上期给大家分享了到晚上要去走廊溜搭的这个事情 他这个行为在两年前就开始了 一般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 他就会站在门口 在干嘛 他想出去 但他胆子又很小 活动范围呢就请现走廊 一般就溜过一两圈 然后他就会跑回家 就他这样的胆量 他还经常要求出去溜我 怎么 过来嘛 过来 抱抱你了 过来 他想出去 他想出去 你们两个想出去 最近大王把海棠给带坏了 海棠有点就想出去了 嗯 有时候我一开门他就趁机冲出去 但一般都走不远 海棠有点 放下 回家 回家 快回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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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所 acknowlediable 后来每次开门我都得烦着他 然后他就会像这样子掰门 你约了邻居的吗 你约了邻居的小花吗 没多久海棠叶根就喜欢出去溜湾了 只要一天到 出门 他也知道要出门了 被打完蛋的 大多数时候我都会满足他出去溜湾的要求 只要我有空我都会带他出去溜一下 你怎么给他穿这个带出去了呢 他好会哦 你看他就这么 成精了成精了 出门 好 把带给穿上 他也知道要穿这个被带出门了 这家伙真的 两个家伙的 来 走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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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走咯 走咯 你看 很厉害 厉害他们 他就走出来烫 иск了 早晚点 大家科学养猫 出门要牵绳 走 走 走 依依 哥哥都回家了 走 走吧 回家了 你们这些胆小的家伙 胆子又小又好奇 走 不要 将胆子流行 这次是胆小的旁边 继续 看哪个子 我现在是胆小的 胆小的胆小的胆小 他们是胆小的胆小的胆小 胆小的胆小的胆小